二手手機一字排開 就是不見南韓三星品牌 業者透露三星手機 無論新機還是二手機都很搶手 詢問度最高的三星是折疊的 但它損壞率也是最高的 賣最好的一般都是二五六的三星 三星銷量有多驚人 調研機構IDC報告點名 今年第一季三星出貨量破六千萬台 市占率將近三成 一舉幾下蘋果奪回智慧手機龍頭寶座 iPhone出貨量則是五千萬台 位居第二 但比去年同期大減一成 就連全球智慧手機第一季出貨 也達2.9億支 連續三季走生 唯獨蘋果惨兮兮 我们在做語音转文字 文字转語音的時候 安卓的手機來看 這些功能也開始變得很強大 那相對蘋果的陣營來看的話 它的Siri其實過去幾年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讓人驚豔的一個發展 發展AI慢半拍是果迷轉買 三星最大原因 儘管全球市況復蘇 但蘋果卻表現失色 大客戶銷售暗淡 供應鏈也遭殃 鏡頭大廠大力光 玉金光 代工廠鴻海合碩等 蘋概股上半年恐怕 盈運有挑戰 短期來看應該還是持平 因為畢竟蘋果每年的那個發布會之後 其實它的搶購的狀況都不會減少 那它的出貨一直都是算很Stable的 蘋果出貨銳減 跌落手機龍頭寶座 就看今年iPhone16系列新機 能否耳目一新 強化果粉 黏著度 今集合理會呂毅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